關豆牛奶泥 都好 但是那個只有一種料喔 一種料?OK啊 你OK嗎?OK 好,那這樣我們選 關豆牛奶泥 對 關豆牛奶泥 像那個大碗公 會多久出現一次啊 有多久會有客人點一次那種 大概半年 半年喔 半年吃一年 會有人點一次這樣 我是那個 瓜哥吃的 夏天你覺得不要 那你剛剛那邊用啊 對 在哪裡 哈哈 就好,你就看哪裡 這裡嗎? 好 好,想吃冰啊 你看這個 好復古喔 對啊 二十幾年前嗎? 這個以前我們 在讀高中的時候 店家都會有這種啊 然後他就會 你要看什麼星座 所以要投錢嗎? 要,要投錢吧 要,要投錢吧 這好像投錢看你是 喔,你是 羊好了,你就投 在羊這裡投錢 然後就錢投進去就可以 然後他就會跑一個牽出來吧 喔,這裡這裡就會跑一個牽出來 一顆 裡面有錢聲音耶 對啊 所以大家會投錢啊 對啊 所以大家會投錢啊 那他這樣 這樣跑是 蜘蛛會 跑到哪裡 我看不太懂他這什麼意思 應該會掉個什麼東西出來 是不是 這裡啊,下面這裡 有了 對啊 還是你要吃吃看 要嗎? 還是不用 冰來了 冰來了 喔 喔 就是單純豌豆冰 我今天就這樣 有點想吃 那時候出國回來的時候 就有點想吃豌豆冰 喔,對 小菜在日本的時候 就一直說想要吃豌豆冰 好 那我們來吃豌豆冰吧 那你 那你 二刀柳嗎 那我親一隻 哈哈哈哈 二刀柳 二刀柳 一次拿兩隻湯匙 左右開工 我記得我們在台中吃 也有吃豌豆冰 對不對 美春點頭冰嗎 嗯 就是 是什麼地方的豌豆冰 一小杯 一小杯喔 喔 那個什麼 你說一樁豐人冰 喔 豐人冰 嗯 它那裡是小小一杯而已 嗯 小小一杯 那35塊是不是 35、40塊 它不大杯啊 對不大杯 以前那個嘉義 嘉義那個什麼路啊 那也有在賣豐人冰 但是後面那豐人冰好像就收起來了 嘉義啊 嗯 在好像那個 一條 五花路旁邊有一條 四藍井街嗎 還是哪裡 豐人是 一個 冰的名字還是一個地點的名字 冰的名字 對啊 啊 它那個名字是豐人 是指 一個人名還是一個地名是什麼 不知道 它就寫 大大的字 豐 人 冰 對啊 我知道它寫豐人冰 沒有豐富的火人 就是這個吧 豐富的 火人嗎 可是只有一種啊 大家都只有這種溫度冰啊 啊 這樣就很豐富啊 但是以前那種 還有很多口味喔 喔 真的喔 豐人冰有很多口味喔 嗯 還有有沒有 有沒有 芭樂的啊 有芋頭的啊 還有什麼 檸檬的啊 梅子的啊 我真的喔 對啊對啊 口味很多 可以跟老闆說叫綜合 台中那一個是不是梅子的 我覺得蠻好吃的 酸酸的 台中那是梅子的 梅子的啊 梅子的齁 嗯 以前我記得那種 小時候去吃那個齁 一杯大杯的是那種 以前那種 玻璃杯500cc的那種 冰空裡面啊 嗯 那杯500cc 冰在裡面 它有一層一層鐵 那碗豆冰在最下面 真的喔 然後 他們就給你一支湯匙 就這樣一支哇哇 到鎮裡面這樣 因為我沒有吃過這樣的冰欸 那種500cc的 我都是喝木瓜牛奶 嗯 這種刷冰是不是比香蕉冰好 我覺得這刷冰比香蕉冰好 各位你知道香蕉冰 它是用一些那種 算那種原料齁 加進冰裡面 有香味的原料 對 有香味的原料 對 有香味的原料 跟香蕉沒有關係喔 這樣提醒就可以了 不要擋人拆路 喔好 那就少吃啦 偶爾吃吃喝 偶爾吃吃喝 不要吃太多了 這個冰吃太快 頭會痛耶 喔對阿 你頭痛了嗎 有一點點 小菜頭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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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耐一下 不能吃太快 菜在這裡有 對 會痛 不舒服 燙燙 給你燙燙 燙燙 趕快好起來 不要吃太快 不能吃太快 不能吃太快 這個是我們一起吃 這個如果一個人 我們也吃不了 真的齁 會覺得好像很大 太大碗了 太大碗了 好 他又要投多少錢啊 我問一下老闆娘 我問一下 老闆娘 桌上那個是要投多少錢 10塊喔 喔好 老闆娘說要投10塊 可是我如果投了自己的生菜 大家都知道我幾次了 好 我看來啊 好 我投進去了 不要讓他看到 我剩下是多少 好 進去了 好 來 這樣 我這樣他會從哪裡出來 我不知道欸 從我這一面嗎 好 那你 我來壓 對 那你從旁邊耶 欸 這跑出來了 從旁邊滾出來 從旁邊滾出來 從那一面耶 他這洞 哦,他有好幾個洞耶 哦,他有好幾個洞喔? 對,這裡有個洞 那是什麼? 不知道 上面寫什麼? 生肖五四 什麼意思? 說你五十四歲 好 不好看嗎? 對 也沒有指甲 好,放在自己 煎嗎?好了 好,你打開 好 怎麼那麼長啊? 那邊老間急轉彎 什麼劍? 還蠻喵的齁 給大家看一下 有沒有長這樣 他一直在播音樂會不會那個 音樂喔? 不知道耶 應該... 搞不好會被那個 版權 旁邊的那個音樂 所有的版權問 他會說 就是... 最版權是我的 對啊 所以到店家裡面有音樂齁 最怕就是這樣 明明我們就不要用他的音樂 他就故意要把音樂用進來 哈哈 還蠻妙的耶 對啊 裡面就會跑出一條這個 好 店家的手法 其實有時候 這個也是 會給大家增 增加一些樂趣 因為我想到了 我以前跟您他們去 主廚的時候啊 去過一間簡餐店 然後他不是這個 那他有簡餐店也超流行 會請一個人在裡面算命 免費算命 簡餐店裡面會有人會算命喔 好棒喔 不知道是誰跟我說 那裡有 然後我們就幾個女生約約就跑去了 齁 有算到什麼嗎 好像是什麼 騎車要注意安全之類的 哈哈哈 車關啊 什麼關 好 也蠻有趣的 這個東西 很多年了咧 到現在還有齁 復古復古 對 好 那我們就把它吃完了 好多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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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我們要慢慢吃了 好 好 那就這個樣子了 我們今天影片先到這了 兩個想辦法慢慢把它吃完 不然就浪費掉了 還有是兩個人點一份 哈哈 慢慢吃就吃完了啦 好 那就這樣囉 掰掰 好嗎 親牧子 下次見 好嗎 快